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 北京能让三百万辆中国车同时熄火 那这是不是在暗示着iPhone和特斯拉能将机密数据传回美国 中国电车这些年发展得很快 2023年全球汽车销量排行榜 中国的比亚迪汽车首次进入前世 一年卖了三百多万辆 超过日本零木牌在第九的位置 虽然和第一名丰田一千万的销量差了三倍 但中国汽车崛起的石头已经不可阻挡 丰田还没急呢 美国那边先着急起来了 先是拜登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汽车展开调查 后又有雷蒙多的津贴言论 声称中国汽车就如同装了轮子的iPhone手机 可以记录大量信息 假如有数百万辆中国汽车在美国的道路上行驶 每天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回北京 我就纳了闷 他在说这些话之前都不考虑考虑iPhone是哪个国家的手机吗 还装了轮子的iPhone 能做出这个比喻也是没谁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只有做了亏心事的人才怕鬼敲门啊 这和当初的华为一模一样 美国又想顾忌重施来打压中国汽车的发展 但也正是因为当初的打压 中国的芯片技术才能快速发展 去年雷蒙多访华的时候 华为直接丢出了带着自研5G芯片手机的网站 他们肯定不知道 中国有一种打铁技术 越打压韧性越强 更何况如今中国的电车技术已经是遥遥领先 美国也知道像在电车这块和咱们争是没希望了 所以他们那边好多电车项目纷纷下马 比如苹果 以前西方经常把碳中和挂在嘴边 要发展新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而中国现在已经在新能源领域 碳中和领域全面领先世界了 西方那些环保人士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西方现在不仅不讲碳中和了 甚至连和污水排海都无所谓了 你肯定想象不到 他们以前都是无条件反核的 全世界真正对环境负责的 只有中国 所谓的碳中和是指国家 企业 产品 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通过使用低碳能源 取代化石燃料 植树造林 节能减排等形式 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实现正负抵消 达到相对零排放 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通过发展新能源和植树造林等 来减少和抵消二氧化碳排放 碳中和一开始是西方先提出来的 然后拉着咱们入局 你可别以为这是什么好意 这就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套 因为发展中国家 想要快速发展 那一定是工业主导 但工业建设一定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而这个时候 西方提倡碳中和 不就是等于限制咱们的发展吗 所以碳中和其实就是发达国家 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 毕竟是为了环保 这个理由没有国家能够拒绝 但是西方没想到的是 咱们真的认真搞了起来 不是不发展经济 而是在搞一场能源产业的大转型 用新能源来替代原有的高耗能产业 完成产业升级 西方这一看不对劲 兔子你来真的 然后特朗普时期老美退出了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直接退群了 你们玩吧 我不玩了 不过后来拜登时期又重新加入了 现在西方也不提探中和了 说好的发展新能源 但真正在搞的只有中国 别的不说就说电车吧 你看西方有认真发展吗 特斯拉算一个 但除了特斯拉还有吗 别说西方了 连日韩都没有 所以探中和就是一个阳谋 但他们不够了解中国历史 不知道中国有本三十六计 在一番将计就计的操盘下 实现了新能源领域的逆风翻盘 到底谁才是瓮中之鳖呢